大家好,我是老谭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加瓦项目13 还有一个网上上层 上次课呢,我们已经实现了用户的登录 那如果用户能够登录成功的话呢 他可以进入到个人中心 那么本次课呢,我们将进入个人中心呢 实现一个这样的功能 好,我们首先呢 通过合法的用户名和密码登录 我们点击在右上角的我的订单 可以进到会员中心的首页 在这个首页上面呢 会有一个修改头像的功能 默认情况下边呢 我们如果没有头像的话 我们这里可以给他一个默认的值 如果我们想传一个自己的自定义头像 我们可以使用底下的超链接 来点击一下选择文件 这样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图片 然后点击上传呢 就能够更新用户的头像 这个功能呢 实际上在很多网站里边都比较常见 不过呢 这样一个上传的界面呢 有的比较复杂 比如说 在选择网文件之后呢 还可以进行裁剪 或者呢缩放 好,在我们这里呢 是比较直接的方式 将原始的文件传到了后台 那我们首先来分析一下 这样一个功能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实现原理 我们之前的表单呢 都是提交的文本 比如说 像注册 我们里边提交的有用户名 密码 还有呢 电话号码 这些都是文本 是付创 而对文件上传呢 这个里边它是一个二进制的文件 我们如何将这样一个文件传到后台 那么实现的要点 我们需要明白 这一个文件呢 实际上是传到了服务器的某一个文件夹里边 而不是呢 将这样一个文件直接存在数据库的表里 虽然从技术上来说呢 奥尔克也支持一个二进制图片的存放 但是我们并不喜欢这么做 第一个呢 是它写的代码呢 相当比较繁琐 第二个呢 它的性能上面损耗比较大 它要经过一些格式上的转换呢 才能存在数据库里边 而把这个数据呢 从表里面取出来呢 还要转成图片 这是一种不太好的实现方式 那我们呢 需要做的就是呢 我们希望能够将这样一个图片 作为文件呢 上传到服务器的某个目录下面 然后呢 将它的地址存在数据库的表中 因为在页面上 我们只需要使用一个img标签 指定src属性 就可以把图片显示出来 而这个src属性的值呢 也就是我们存在表中的地址 好 这是需要大家明白的第一个要点 那么从代码上来说呢 我们这个页面的html代码呢 也有些讲究 我们来看 首先呢 我们找到user center里边的 user owner 这是一个用户头像的上传界面 我们关键呢 来看这个form 在这个form里边呢 我们有几个要点需要大家注意 那么html的文件上传呢 它的表单有三个要点 第一个呢 marsend一定是post 那默认情况下边呢 是get 我们呢 需要明确的指令 这个值为post 因为post提交方式呢 它的长度是非常长的 文件上传的文件呢 当然也是非常长的一个二进制数据 另外呢 enctype这个不能省 它后边的只能叫multipartformdate 这是第二个要点 明确指令 enctype 第三个要点呢 当然就是使用input type等于file 这是一个文件上传的空间 有时叫文件域 好 这三个要点写好之后呢 我们这儿当然还有一个action 这个等会儿呢 我们写完具体的文件上传对应的action的方法之后呢 我们这儿就非常的清楚 应该写什么了 好 前台页面分析完之后呢 我们回到 加码代码 加码代码 刚才我们提到过 这里有一个要点呢 是能够将地址存放在数据的表中 作为文件上传这样一个功能来说 我们前提呢 肯定是用户已经登录了 用户登录之后呢 我们将图片上传之后 这个地址呢 就应该更新这个用户所对应的那条记录 它并不是一个增加 因为当前的用户呢 是已经存在于用户表里面 我们只需要将其中的一个列的数据 更新一下就可以了 就这个列 Evendar 所以呢 我们肯定有一个这样的方法 去根据用户的ID 更新这个列 Evendar 好 这是唯一需要我们编写好的一个DL方法 那么其他的方法呢 我们说文件上传并不需要更改数据库了 所以现在我们呢 去把这一个方法呢 准备好 好 这个方法呢 我们之前呢 已经准备好了一个抽象的声明 Update Evendar 两个参数 一个是ID 这个当然就是用户的ID 第二个就是投向的地址 你要注意呢 这个地方我使用的是字符串 作为参数类型 好接着呢 回到 印象文件 我们这里边准备一个 Update 它的ID呢 方法名保持一致 它没有任何返回值 参数呢 我们使用 这种索引的方式来指定 Evendar 等于 后边我传的时候呢 这个Evendar应该是在第二个 条件是ID等于 这边就是0 好 用了这一段Update语句的声明呢 我们就知道了 如果我们传两个参数过来呢 它就会用这样一段 Update语句呢 将User 将ShopUser 这个表里边的投向列 可以更新掉 好 到此为止呢 我们的DO呢 也准备好了 接着回到Surface Surface 也有类似的方法 我们这里呢 并没有太多的业务 我就需要我们考虑 我们Copy 同样的投向方法 过去声明 在实现里边 在实现里边 我们加上一个方法 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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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pdate Wonder 接着再回到Action 那么这一段呢 就是我们的重点 我们来看 我们写在呢 这 我们叫上传 头像 那么前面的准备工作做好之后呢 我们就需要来完成一个上传头像的功能 在Stras2里边呢 文件上传 也进行了一些封装 它的实现要点呢 也比较简单 我们首先呢 可以使用 这样一个 File 类型的变量 来表示 前台传过来的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呢 我们知道 还有一个文件域的内幕 这个内幕呢 我们需要指定到这儿来 作为这个 属性的名称 这里必须匹配上呢 Stras2才会将文件呢 送上过来 第二个呢 如果我们这个文件传上来 放在一个目录里边的话呢 那它的取名又是怎样的 因为用户上传的头像呢 很有可能 如果这两个图片的名称是完全一样的 后织也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如果放在同一个文件下边呢 那么前面呢 肯定会被后边传上来的覆盖 所以对于取名呢 我们也有讲究 后织呢 我们也能够获取到 好 这个地方呢 我的设计思路是这样的 首先呢 这个文件原名 我不操心 我呢 将原来客户传上来的文件呢 把后织取到 后织取到之后呢 我再将当前用户的ID拿过来 创造这个后织呢 作为整个文件的名称 因为用户的头像呢 在我这个系统里边只保持一个 所以呢 我使用用户的ID作为文件名 它肯定是唯一的 我既然要得到文件的后织呢 我就需要有一个文件的名称 这个命名呢 也是实传书里边规定好的 Evendar FileName 那就表示呢 客户端传上来的这个文件 它的文件名 用了文件名呢 我们其实执行它的后织 接着 产生一下 Get Set 再回到我们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呢 我们首先需要得到一个用户的ID 这个作为我们文件名需要使用的 而且呢 等会我们在更新用户的头像地址的时候呢 也会用到这个Use ID 所以呢 我们把它写出来 当然这个前提呢 一定是用户已经登陆了 如果用户没有登陆的话呢 这个地方也得不到用户的ID 因为它是来自于 Session里边的 得到了用户的ID 它有两个用 刚才我提到过 一个呢 作为文件名 一个呢 作为更新数据的条件 用了用户的ID 用户的ID 用户的ID 下一步我们就要确定一个文件的上传路径 这个路径呢 我们使用这样一个目录 这个实际的路径呢 我们就可以使用一个 Session Contest 点 Get Session Contest 这里边就有一个 Get Real Path 我们这个Path呢 是我们想将文件 传上去的一个真实的目录 这个目录呢 会是一个绝对路径 但是我们不能写死 我们得使用这个方法呢 来获取的 并且呢 需要有一个斜线开头 比如说我叫Use Avanders 好 这是我们一个存放 用户头像的目录 我们就得到了 但这个目录呢 有可能存在 有可能不存在 我们等会呢 要做一个判断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 先判断一下 这个头像啊 用户到底有没有传上来 当然我们本身呢 应该在前台做些验证 那为了保险呢 我在后台也做了一个验证 如果Avander不等于空 那说明用户选择了一个文件 并且点击了提交 这个文件就传下来 那有了这个Avander不等于空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它的后缀了 这个后缀呢 我把它声明在上面 后缀实际上它是通过文件名 以而来截取而获得的 它就等于 Avander FileName 点 Substring Substring呢 它需要从一个 点开始 这个点当然就是最后一个点了 last in-test-off 通过这一段 解许呢 我们就得到了后缀 那有了后缀 那有了user id 我们就把它合起来 就变成了一个文件名 那文件名出来之后呢 我们肯定需要呢 创建一个file 这是真正的要存到服务器的一个file 它呢可以指定 两个参数 一个是目录 一个呢就是 文件名 文件名 接着我就来判断一下 如果这个siffile.parentfile 如果不存在的话 那我就创建一个目录 这里写着笔记的保险 好 这个目录呢 不管有没有 现在呢 我做了一个判断呢 肯定会存在 接着我就使用一个file util.com copy 将圆 也就是avender 拷贝到 目的地 siffile 这边一堂呢 处理一下 好 那么有了这一个copyfile方法的调用呢 文件就传到了服务器端的 一个文件夹里边 这个文件夹呢 我们刚才指定好 叫user-venders 就算文件已经传上去了 那我们下一步呢 当然就应该是更新数据库了 我们呢可以使用 user-surface.update-vender 一个是user-id 那么这儿的文件名呢 user-venders 加上 user-user-id 再加上 后缀 这是更新 这个用户的 头像地址 接着我们呢可以再回到 user-center 从整个流程来看呢 这个数据呢 是能够传到服务器的一个目录 并且呢 将 路径给更新掉 但是呢 我们还是要看一下 我们之前这个头像到底是如何取出来的 因为头像呢 它是一个图片地址通过img的src来指定 所以在页面上它能够显示 那么原来我们这个页面说 如果没有头像的话呢 这儿是默认的 那现在我们看 这个代码 我们也应该呢做一定的修改 在这里 我这儿呢是写死的 那么这个图片写死肯定不太合适 它应该做一个判断 如果session里边这个用户的avender只是空的 它就应该显示这个默认的 否则就应该显示呢 有所里边的avender 这里需要呢使用一个标准边境空里边的save 来做判断 那假如说现在呢 我直接使用 session里边的 user属性 avender 这样的话呢就会显示出 一个用户所对应的头像 刚开始没有的话呢 应该是空的 你在我上传成功之后呢 这儿应该会跟着变化 所以呢这个地方呢 我们更新完了之后 我们还需要将 这个session里边的用户 也更新一下数据 也应该将数据呢 更新一下 因为我们没有必要呢 再到数据里查一下 我们只需要更新完了头像 然后回到用户中心的首页呢 它就应该能够出现 我更新的头像 因为我是更新了session 而这一个数据呢 仍然来自于session 好 这个地方呢 更新完了用户的session信息之后呢 我们还有一个 user center呢 也来配置一下 这边 user center 我们呢 回到 user center dext.gsp 好 我们呢 再次来 部署一下 接着呢 回到浏览器 现在呢 我们应该 重新的登录一下 好 这次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头像是没有的 我们需要做一个判断 如果说 用户呢 session里面没有这个头像呢 我们应该显示默认的 接着 我们点击修改头像 我们选择一个图片 当我们点击上传的时候呢 它应该传到 action里边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user vendor 在这 好 我们呢 再来一次 好 大家可以看到呢 当我点击上传的时候呢 在session里边 已经更新了 这个头像 那现在我呢 需要到 tomcast里边呢 去看一下 这样一个user vendor 里边呢 就有这么一个文件了 这个文件使用的名字呢 是刚才 我们登录用户的ID 因为它肯定不可能重复 每一个人呢 都有这样一个 唯一的文件名 后缀呢 是我 上传文件的后缀 那么第二点呢 我们也需要检查一下 就是在 用户表里边 这个 avender到底有没有更新 没有问题 而且使用的 路径 就是一个相对路径 甚至因为有了这么一个相对路径呢 所以在 页面上 使用imgsrc 等于这个值呢 它就会产生一个 正确的图片显示 那么既然图片呢 是来自于session的 那么当我刚开始进来的时候呢 查询的时候 我们肯定也要改进 在这儿 我们不仅仅要查ID name跟raw 还应该查一个avender 有了这个avender的值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存在 session里边 session里边就有这么一个 缩性值了 好 这些呢 大家可以再去测一下 那么 本次课呢 我们主要是针对 用户的头像上传 使用了stress里边提供的一些方法呢 来做到了 将头像作为文件传到服务极端 将路径呢 存在数据库里边 这个思路呢 在web开发里边 使用的非常的常见 希望大家去理解 好 本次课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